小包间突然安静下来,气氛就又有一点尴尬。 魏无羡到了杯水准备喝,蓝忘机制止他,自顾自把杯子碗碟都用热水烫了一遍。 魏无羡看他慢条丝里弄那些,勾着嘴角笑。 真是奇怪,怎么蓝湛做什么都如此好看呢? 烫个杯子也一副国际茶道比赛现场似的。 蓝湛! 魏无羡嘀嘀叫他。 蓝忘机动作没停,轻轻嗡了一声。 魏无羡撑着下巴问,你喜欢的人什么样啊? 蓝忘机抬眼看他,很快又垂了下去,说,他不喜欢我。 魏无羡! 他好气! 什么人啊这么嚣张,竟然不喜欢蓝湛! 魏无羡嘀咕道,他怕不是下。 蓝忘机没忍住,嘴角浅浅勾了下。 可惜魏无羡光顾着嘀咕了,没看见。 沙锅粥很好吃,魏无羡住院这些日子清淡惯了,一小锅粥吃得津津有味。 你,蓝忘机抿了抿唇,还是问出了口,进茶。 那天手术时就猜到了,之后一波又一波人来探望,都是有头有脸的,蓝忘机就更确定的。 魏无羡本来也没打算瞒着他,点了点头,说,可以这么说。 他并不担心蓝忘机会说出什么,就如实报了个部队编号,特种兵。 蓝忘机点了点头,怪不得会如此危险。 他又道,一直都是。 气氛很好,人家也终于开口询问,魏队长自然老老实实一一交代。 当年并非故意消失。 魏无羡搅着粥,淡淡回忆着,家里出事,将叔叔与阿姨,没了。 他呼出一口气,吻了吻情绪,我和江城当天被抓走了,当时不知道被带到了哪里。 蓝忘机捏着勺子的手用了些力。 魏无羡说,后来,被江叔叔一个战友就下来了,带到了部队。 蓝忘机看着他,浅眸未曾眨过。 魏无羡省略了过程,但不难猜想会发生什么。 不是故意不联系你的。 魏无羡也看向他,那时候很多人都在找我和江城,我们,没办法联系。 一瞬间,两人都有些恍惚。 那段经历很痛苦,魏无羡是,蓝忘机也是。 表面上他很冷静,每天上课下课,却无声地找遍所有高中,找遍所有能找的地方。 江家他去过不知多少次。 那座二层小楼安静一片,夜里没有一点灯光。 就好像电影的不景,慢慢退了色,无人问津。 只有一个少年耿耿于怀,十三年过去了,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看。 蓝忘机低头搅弄着蔬菜粥,心里不舒服。 他不清楚自己有没有愿则过,可当魏无羡从天而降出现的那一刻,他是带着情绪的。 这让他,很不舒服。 魏无羡偷偷偷观察蓝忘机的情绪,见他一会展眉一会又皱起的,很多话又咽了回去。 晚上洗完澡出来,就见蓝忘机等在客卧门口,手里拿着医药箱。 涂药,他轻声说。 魏无羡勾沟唇一笑,走进屋坐下,十分自然地解开了睡衣扣子。 洗澡时贴着防水贴,胸口的皮肉还泛着浅淡的红。 药膏涂上去时有点凉,魏无羡下意识动了下。 疼了。 蓝忘机有点紧张。 也不知怎么的,之前扬言自己没那么矫情地为队长秒遍稀碎品,可怜巴巴道,有点,疼。 蓝医生也被蒙蔽了慧眼,手上力道放得更轻,小心翼翼给人图。 蓝湛,魏无羡叫他,我住着真的方便吗? 蓝忘机冷冰冰看了他一眼。 我这不也是为你着想? 魏无羡嘀嘀咕咕,我这么善解人意,你那什么眼神? 蓝忘机叹了口气,一个没控制住手上力道大了些。 魏无羡就缩着肩膀喊,疼。 蓝忘机刚吻了吻心神重新涂药,就听那人问, 哎,你喜欢那人我认识吗? 你喜欢他什么呀? 漂亮。 黑肠直。 还是身材好啊? 他干嘛不喜欢你? 脑子有问题? 还是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? 隐吉。 蓝忘机忍无可忍,冲这块木头喊了句,闭嘴。 床头柜上的手机嗡嗡嗡震动,两人同时看了过去。 魏无羡拿起来时,眉心微微皱了下,表情瞬间严肃。 蓝忘机收好药箱,拎着往外走,主动避嫌。 关门前,他听见魏无羡说,对方武器不明,你们要小心,我不在,一切听副队指挥。 蓝忘机想,这样的指挥与安排,常常都会有吧。 这一刻是通过电话,那又有多少次是在现场呢? 想到他浑身是血的模样,想到他小腹上那道猙獰的疤,蓝忘机闭了闭眼。 同样是救死扶伤,相比较浸查的工作,医生要好太多。 赵普静不放心,把副队和几个核心人物拉一起,与魏队长开了个微信会议。 是安排完又哼哼唧唧说想队长,这个告个状,那个撒个娇,一通电话结束过去四十多分钟。 房门打开,就闻到一股香味,听见厨房那边有响动,魏无羡快步走过去,看见蓝忘机正端碗盛汤。 不用问也知道是给他这个病号包的,为队长人帅嘴甜,立马奉上一波彩虹屁。 没想到你还会这个呀蓝战。 这卖相也推好了点,一定好喝。 哎你别说,我还真饿了。 嗯,闻起来好香。 想到什么,魏无羡又顿住了。 哎你手还没好呢,怎么就做饭了? 疼吗? 待会好好消毒,好好包扎。 蓝忘机端着汤往外走,道,没事。 怎么没事? 魏无羡跟在他身后,一同来到餐桌旁坐下,说,你这双手金跪着呢? 是要拿手术刀拯救万千心脏的,怎么可以伤着? 再说了,你每天面对患者那么多,万一感染了怎么办? 蓝忘机定定看着他,好一会才一开视线。 可没过几秒就听魏无羡差一道,哎,不对啊,蓝忘机道,怎么了? 魏无羡又咬了一勺汤喝了,还砸吧砸吧嘴,怎么跟你之前买给我的汤,差不多味道。 蓝忘机,魏无羡又连喝了好几口,越品越觉得像。 而在看见蓝忘机的表情后,他更笃定了。 哦,魏无羡敏唇偷笑,原来不是买的呀,蓝忘机低头喝汤,不理他。 魏队长没死了,觉得这汤实在好喝,天下第一好喝。 星期天早上接到急诊电话,蓝忘机着急去医院,也顾不上太多,拧开客卧的门直接走了进去。 他静静立在床边,差不多过了两分钟才轻轻坐过去,张口换出了那个名字,魏英。 睡梦中忽然听见这么一声,魏无羡一瞬就醒了。 蓝,蓝湛,两人都有些恍惚,因为这个久别了的称呼。 急诊有患者,我需要赶过去。 蓝忘机欲言又止。 魏无羡瞄懂,道,快去吧,我,还没睡够,在睡会。 蓝忘机轻轻嗡了一声,道,饭在保温箱,记得吃药。 好,忙你的,不用管我。 魏无羡忍着去触碰他,手指用力抓着被子说,快走吧,别耽误事。 蓝忘机同样紧握着拳,点头回应,又看了看他才起身退出去。